OK 那么现在外面其实是下雨了 所以的话 也算是第一次填下雨 而且今天我们正好去涉谷 涉谷 涉谷这个地方 它就是很独特的地方 在于很多影视作品里 它都是以下雨的形式出现 比如说生化无忌思来生 包括游戏里面 比如说幽灵县东京 这种就是涉谷的雨天 所以今天正好我们就要去涉谷 这一切都太巧妙 那么我们先去 昨天那家炸猪排店 我还有优惠券 我想尝尝他们的一个味增限定 然后我们就出发去涉谷 如果他们现在开门的话 没开门的话我们就要换一家 走吧 这个雨还很大 现在我要去买伞 那边有一个全家地 现在就只能过去买伞 这边只能买了这种长伞 就买这个算 发现更近的地方有个711 所以就来了711 然后去全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来日本就是要买透明伞 感觉透明伞在世界别的地方都不算多见 有个人在日本很多很多人都有透明伞 其实我们是走法 昨天吃的猪排店在那个方向 透明伞真的有种很独特的感觉 而且很好看 而且很好看 不知道为什么别的地方的人 不是很想要透明伞 但是这个明明又很棒 那家店没开门 只能再换一家 那我们现在直接去瘦谷 看看路上有什么好吃的 就直接去 日本的鬼江发达的好处就在这 很快就到地铁站 基本你到都市去任何地方都能很快找到地铁站 涉谷电车站往先进 整体和别的地方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这边的商店基本都是10点开门 所以刚刚等到这边开门 还要在门口排队 这么大个商场 现在还没有几个人 我们一路上去找吃的 我来日本到现在就感觉是 所有人都特别有礼貌 特别是服务行业的 服务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服务行业 温哥华什么都没法 真的无法相提并认 他这里真的所有工作人员都非常礼貌 最高 然后 像现在商场里没有人能全部站在原地 然后来人就鞠躬 然后打招呼 从来别的地方没有 其实这里12层才是餐厅 我可以直接坐电梯上去 没必要自动鼓励一层能跑 但我还想看看这有什么 这一层就是餐厅 现在没人不用排队 正好 我们看看走一圈 好 这边11点才开门 还是吃不了 我到底能去哪吃饭 我现在还是找不到吃饭 很厉害 很厉害 我去这里来建什么东西 那里就是全向路口了 这边是怎么回事 我才刚来为什么就指定要排队 我上了一趟楼然后我就下了 这边就都要排队 这里就是非常热闹的涉谷 我在幽灵县东京里好像见过 因为这片地方它现在全都在修 各种公式 还真不知道 有点认不出来 这设备最标志性的就是上面的一堆大屏幕 这边还不是中心 还不是全向十字路口 但你也能看到一堆这个 这不就是幽灵县东京里那座楼吗 好像就是这座楼吧 这是主线要来的一座楼 长的样子很像是一层层这种几何雷起来 在幽灵县东京里就有这东西 我现在把这个雨伞这样子挂在身上 我们到了 这个地方还是至于熟悉的 这里就是 但这边都在见 怪不得认不出来 这个 怪不得认不出来 这个地方 这就是屁屋里面那种地铁口 包括 在那个幽灵县东京里也是 这边是这个 入口 出来以后这边都围起来 我也不知道原来长什么样 然后这边有另一个入口 这真是一模一样 往前走那边应该是中全八公巷 哇 这叫圣地巡游 那里又是中全八公巷 但是在幽灵县里呢 这边还有很多的卖爆小摊 现在不知道 现在直接改到里面去了 这就是 这就是中全八公巷 然后这里就是 全向十字路口 最有名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定要 今天晚上可惜 今天晚上不下雨 但是这个地方晚上一定要来 夜景 嗯 是这里的精髓 嗯 这地方有多热闹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屏幕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屏幕 这边真的是和幽灵县东京 这地方一模一样 这个上面的站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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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get ready to go 東京上空で隕石が爆発し 渋谷区を中心に甚大な被害が発生してから 消火活動は難過している模様で 地元が判明した犠牲者の方は 達田邦大さん 一吹き沙織さん たけるさん おかだしょうさん かるべ大吉さん あかまきうるみさん いのうえももかさん ふじょうあさひさん 日本の店は 貼紙や塗り 光は塗りやすい でも貼紙はとても特別 なぜひとて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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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に レベルトを通した 産業のみなさん 200円 ソワシアが 2,2.3 ショーが 車内のみなさん ねえ ちなみに 在幽灵县东京里我记得这边是地下街的入口 这边有一个地下街的入口来 看看这是什么 Pow Your Food Show 为什么这没有人呢 但是好怪啊 是没开吗 咱们下去看看 这里明明也开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刚才那个入口没有人 这里没有不少人 就在这吃吧 这看起来是一个那种food court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这里全都是各种吃的 什么都有 看没有烧肉便当 如果没有别的特别的 我就买烧肉便当 这边基本都是这种货 这么大的炸虾 这是不是有点太大 这边是卖鱼烧 这地方都是各种便当特别多 这边还有寿司便当 各种各样的 这边灯这个 日本这个灯 挺绿 是真的挺那个 它这一闪一闪的 太多真的不好选 选择困难症 发 我的天 所有东西都很好 看起来 买了一个比较好的烧肉便当 来尝尝 来日本这种便当也算是尝过 这个便当是三种最好的布围 确定是哪种布围 我就不知道 本来他们是这么写的 然后还配了小菜 尝尝怎么样 先来尝尝是第一个 因为这个非常的 这个牛肉非常的 而且感觉它的 牛脂占比比较大 没错 这个是牛舌 这个是烤肉 这个是牛小排 所以这个口感最奇怪 因为它是牛舌 它非常的 那种韧劲 在这个肉里 牛小排是最嫩的 然后是中间的这个标准烤肉 这个牛舌是30天熟成的牛舌 以及这个牛小排啊 它是黑毛和牛的 所以它嫩到爆了 他们这边菜单 那管这个叫 王道烧肉变大 因为它真的是太嫩了 这个让我以为 让我刚才都甚至都以为 这不是骨头牛肉 但一想 还有没有牛舌那种韧劲 所以这个是黑毛和牛 而且它油脂多嘛 和牛的特点就是油脂多 和牛是真的油 这一口下去 这一口下去全是油 吃饱了 我们就该继续去探索 涉谷这里 在幽灵县东京里 这里对面 有一个狸猫 会卖那个 会卖小吃 然后记得是从幽灵县东京里这边 这个入口现在也疯了是吧 这个入口现在也疯了是吧 这个入口现在也疯了 在修 那这边就是那个 又是购物商场 这边全都是购物商场 我记得从后面走 那里也是一条步行街 没错 哇 可能这个是很复杂 如果一直到后面走 应该是公交站 让我们看看幽灵县东京给我的指示 对不对 一直往后面走 应该是公交站 这里就是公交站 这里就是公交站 这边在做什么叫 Farm Project 在做一些什么呢 大修展 然后后面就是高速没错 幽灵县东京里面 我记得 你登上 还是这个楼 还是那个楼 跳到那个高速上去 这边有这个涉谷站的标志 也是 确实是这儿 但是感觉 幽灵县东京里的楼 要比这一个楼更加现代 我们现在可找不到那只狸猫 没有太阳以后 瞬间变冷了很多很多 因为前几天我穿这套衣服 晴天的时候都很容易出汗 这个袖子里会全都是汗 但今天不止没有出 我甚至不怎么用我那个摄像头 因为我要用那个摄像头的话 不能寄予容服 但是我真的很冷 所以今天我就主要用这个手机拍了 天气就是 这不是万 昨天是万里无云 今天是万里无天 全都是云 特别特别的冷 来看看这个全向十字路口 我们直接走过去到中央街去看看 那边是109 在幽灵县东京里好像不叫109 好像换了个数字 但是明显就是那一幢圆筒型的楼 底下有电梯可以上去 然后后面就是那一幢 这些监控啊一个个长得跟炮台一样大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那边也有 就长了巨大无比的监控 这里就是屁屋里面的中央大街了 应该就是这里 这里还有一家一家 这里还有一家 哇 那生存游戏专卖店 应该是没有了 应该是他独创 他们就在下一个路口 这边居然有一家 我还以为那牌子就是个广告牌 真的是有一家 你要看 不知道这一家一家 或者什么样子 我到外很好奇 看到他这个店的形式 就是一共有9500种商品 那这个店里有的是1800种 是一个那种展示店 这 是沙沙 他缺了两颗 我还以为他缺了两颗牙齿 这些沙沙 他的脑袋被冰上去了 好惨啊 我的沙鱼 一家这边有很多这种超小户型 可能很适合日本的住房 食品 这个也很小 这个也很小 但这个 我好喜欢这种暗黑系 你看这个小到什么地步 诶 这不是 这是一家自己的吗 这不是一家自己的那款 一家自己那款是没有盖子的 我知道一家自己有一个 但这个限量的始终是超漂亮 哇 你们感兴这个始终 我们这个始终加拿大倒是有一个 哇 这个地毯也是限定版 一个黑色地毯 全是暗黑系的 这里 这后面是ROG的板子 哇 这个空间实在太棒了 上面是有个吊床 这加拿大也有 但我没有 在发售后我没有去 我没有再去看过 没有看到过食物长什么样 留生机包括这些都应该已经卖完了 日本虽然还有 但是我也带不回去 这么大 怎么可能带得回去 可恶 好 嗯 啊 好 嗯 文迪斯 什么 文迪斯 我第一次在日本见到文迪斯 加拿大有很多文迪斯 但是真的我第一次在日本见 真的没有卖当啊 那我的大爆炸汉堡 为什么我的大爆炸汉堡 Where's my big bang burger 都是汉堡 一会儿burger跟一会儿windle 一会儿mcdnarod 但是应该大爆炸汉堡 放在这里就是因为有些东西了 所以因为这边都是汉堡 两种饭店特别多 一种是意大利菜 一种是土耳其烤肉 特别多你可以说到处都是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意大利 意大利菜在日本非常受欢迎 你想想这个萨利亚 居然是个日本企业 就很令人惊议 惊讶 没关咖啡 没有咖啡我要死 这个挺不错 看看这这么大一份才15刀 文革华里一点 一点这种都要15了 麦当劳没必要距离这么近吧 这边一个麦当劳 但是 literally那边就是个麦当劳 就隔了这一个建筑物 就是一个麦当劳 为什么那边还有一个麦当劳 我看到社谷最中间那种楼 这边记忆有卖游戏 我去看看 这还真是多呀 哇 这属于是游戏图书馆 这边的中古类只要18000日元 现在我们朝社谷109走 这看那种圆形大楼 这看那种圆形大楼 很有标志性的圆形大楼 吉野家 到这还没吃过一次吉野家呢 这里又是全都是商店 我的天 这个社谷109也是 P5S里面那个第一个王的 我记得第一个王当时办 那个叫什么见面会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里面 吉野家 乌家 某ances 我们的心 是 心的怪盗団 我们是他们为缥心的 再上任 我们的心 某些女 祢iqu 偽闸天 这座老友这地方就在于他这个地下这个大厅 放在这里有这应该都是一些 餐厅和化妆品店什么的 现在天开始有一点放晴了 稍微蓝天已经出来了一些 下午应该就是完全晴天 这个位置基本是和幽灵县东京有一个图一模一样 但是我需要晚上再来 我晚上要再回到社谷 我们先去三千茶屋室的地方逛逛 因为现在白天没有那位 这个彩色柱子加上这种环绕的好像在幽灵县和屁屋里都有见过这个环园 这座楼要比幽灵县里的矮一点 我感觉幽灵县像是把这两座大厦合成了一座的感觉 貌似的 然后晚上变得很高 变得更大 这边有一个特别灯光秀 每半小时就会有一场 那正好晚上我们就去看看了 既然晚上都在 而且现在还是限定 11月17号到12-25号 晚上再来 现在不要去 这什么鬼广告 这个环形屏幕很有意思 大雨过后整个地方都闪闪发亮 像做了光追的幽灵县东京一样 上面这座大楼 上面这座大楼和幽灵县里的内室基本就没有相似之处 它那个发光的大楼梯说实话没有找到在哪里 但是整个楼有一点相似就是它大量用屏幕 没有幽灵县里用的那么多 但是比如说跟它环形屏幕之类的 这些东西还是很多的 然后这个楼底下应该是商场 上面就是写字楼什么的 这里叫deck 甲板 应该是能看到 这为什么关掉了 奇怪 没有空 这还是在施工 这不是说关掉 这是没见完吧 我看不到那一侧有什么 但感觉好像是一个综合工程的一部分 但是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我是一个综合工程的一部分 我看不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